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 我是慧文 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 北京卫戍区演练撤检局 人猜测 加拿大疫情击落不明飞行物 中共何时统一台湾 AI聊天机下人ChatGPT 回应激怒粉红 强震发生后 土耳其48名趁乱打劫人被捕 全中媒出钱让土耳其灾民 骂政府夸中共被灾民赶走 美国南部边境 中国偷渡客暴增70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北京卫戍区演练撤检局 引猜测 负责保卫首都安全的 中共军方省级军区北京卫戍区某团 近日进行应急演练 对设立危险局面 随机出现特别情况 如何处置等引发猜测 北京军区转递中共陆军总部 接受中央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 有分析认为 这个从侧面说明中南海高层处境不妙 正是为难以预料的非常事件做准备 中共军报11日报道 北京卫戍区某团在野外组织一场应急演练 锻炼官兵应急应变能力 报道提到演练设计的两个险局 一个是前方道路被炸毁点处置 一个是敌方派出无人机展开侦察 并出动人员从侧翼集药 点应对 该团领导介绍说 为有效提升官兵应急应变能力 他们在常态化演练中 旧次险局、难局、危局 这次演练 他们穿插演练了艺装防护 机动增援 急行奔杂等科目 锤炼部队的实战能力 时评人周晓辉在《大纪元》分析 北京卫戍区这个演练 应该与中共当下面临的困境有关 目前中共高层正面临三大威胁 首先中共正遭遇全球围堵 中南海高层担心西方实施高科技斩首行动 其次中南海高层更担心中共内部 包括军方势力突发政变 尤其是疫情造成大量中共高官死亡 中共内部集音更多 之前网传中共以顾元帅彭德怀的仪式曾经说 那个指挥官即是暗指习近平 这次得罪的不单只是普通北京百姓 更是得罪了北京官场里面很多的官僚 第三 中南海高层担心有人利用 现役或退役军人生事而武力逼供 北京卫戍区又被称为御林军 提属中共陆军总部 由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 负责保卫首都安全 中共领导人安全 以及在战时掩护中央机关转移或撤离 防御外敌、反恐和震报等 北京卫戍区总兵力约为三人 下核两个警卫师 其中警卫第三师是重装师 下车六个团 其中称为老虎团的警卫第十三团 在2017年捲入北京熊黄南幼儿院性侵若同丑闻事件 但若同事件的真相就被当局掩盖 坊间有这样的说法 控制了北京维树区 就相当于将半个北京掌握在手上 而北京维树区司令历来由中共军委主席指定 任用他所信任的人 习近平自中共十八大上委以来 已更换了四名维树区司令员 周晓暉认为 习近平此举意再强化军权 加强掌控枪杆子 加大力度清洗反习势力 严防政变的意味不言而遇 中共无预警放开 造成大量染疫死亡 当局失去公信力 近日黑扣医保 引爆抗议等事件 民间的怒火一触即发 如今北京维树区部队紧根形势 开始演练在险局、难局、危局情况发生 从侧面说明中南海高层处境不妙 正是为难以预料的非常事件做准备 加拿大也说击落不明飞行物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11号说 在他命令下 一个不明物体在加拿大领空被一架美军F22战机击落 杜鲁多在推特上说 北美防空司令部的战机击落了欲空上空的物体 加拿大和美国的飞机紧急起飞 一架美国F22成功向该物体开火 杜鲁多说 他在礼拜六和拜登进行交谈 加拿大军队将领导回收这个不明物体的行动 他感谢北美防空司令部对北美领空的监视 五角大楼就说 北美防空司令部礼拜五晚在阿拉斯加上空发现该物体 五角大楼说 在拜登和杜鲁多通话后 拜登授权美国军方和加拿大合作 击落高空飞行器 白宫就说 拜登和杜鲁多同意继续密切协调 以保卫他们的领空 领导人讨论了回收该物体的重要性 以确定他的目的或来源的更多细节 北美防空司令部发布声明说 美防空司令部通过一个 或所有三个北美防空司令部区域开展持续 分散的保卫行动 目前上不清楚该不明物是什么 也不清楚它是否与上个星期被击落的中共间谍气球 或礼拜五在阿拉斯加上空被击落的另一个物体有关 F22战斗机在7日内击落了美国和加拿大上空的三件物体 引来外界对究竟是什么在头顶盘船和哪个派来的疑问 中共何时统一台湾 AI聊天机械人ChatGPT回应激怒粉红 美国科技公司OpenAI去年底推出聊天AI 它的强大功能可以被用来产出文章 甚至编写和除错电脑程式 推出后用户数量早已破亿 由于ChatGPT不让中国地区使用者用 大陆人只好透过虚拟私人网络VPN 外国电话号码逃过限制 翻墙和机械人聊天 ChatGPT在微博引来强烈讨论 谁知有大陆网民问 中国何时统一台湾那时 ChatGPT的回答就让小粉红生气了 根据自由时报报道 对中国何时统一台湾的问题 ChatGPT回答说 谁统一谁不知道 最后一定是先进统一落后 文明统一野蛮 另外也有其他大陆网民 问到关于近日美中敏感话题 间谍气球事件 大陆网民问 如果美国民用气球飘到中国 中国可不可以击落那时 ChatGPT就给出否定答案 但若问中国民用气球飘到美国 美国可不可以击落那时 ChatGPT就回答说可以 对此有其他大陆网民认为 ChatGPT在中国有缺陷 好像涉及政治 历史问题 机械人就无法回答 有人就讽刺说 谁统一谁不知道 确认GPT不爱党啊 强陣发生后 土耳其48名趁乱打劫者被捕 土耳其官方媒体11日报道 在强陣发生后 当局已逮捕48名趁机抢劫的疑犯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7日宣布 受地震影响的东南部10个省份 进入为期3个月的紧急状态 安纳杜鲁新闻社报道 今个月6日发生规模7.8级强陣后 至少8个省份出现趁乱打劫事件 警方已拘捕48名疑犯 包括承包商在内 当局并已针对案件展开调查 11日较早时 埃尔多安前往东部灾区迪亚巴克尔视察时说 我们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 参与抢劫或绑架案件的人都应该知道 国家强硬的手掌正是按在他们的背上 发生社旧早时报道 截至目前 强阵和余阵已在土耳其和敘利亚 造成超过2万5千人丧生 从地震发生到现在已超过120小时 震灾点陆续传出丝臭味 判断救出生还者的机率偏低 亚德亚曼政府派遣大量重机械进入灾区 现场开滑并接管分区协调中心 现场环境恶劣 搜救作业无法进行 当地搜救队已决定在11日下午撤离 台湾搜救队就预定在当地时间12日上午撤离 全中媒出钱让土耳其灾民 骂政府夸赞中共 被灾民赶走 土耳其大地震死伤惨重 中共仍然不忘利用来宣传 中共救援队在土耳其大搞升旗 又传党媒记者出钱让当地灾民 骂本国政府夸赞中共 结果激怒灾民 在9日IG有网民上传一段影片 内容是一名土耳其灾民向当地媒体爆料 很多来自中共政府的媒体想透过捐钱 诱惑土耳其人民反对自己国家 这名蓝灾民提到说 包括他在内的不少灾民 在地震后遇到来自中国的媒体记者 这些记者付钱他们 然后要求他们对着镜头 表达对土耳其政府不满 指责政府救灾不力等等 还试图引导他们将本国政府和中共比对 从而夸赞中共政府和中国救援队 不过很多灾民听到这些无理要求后 纷纷拒绝采访 甚至有中共的记者试图在现场开手机直播报道 也被灾民阻止 灾民们纷纷将这些无礼的记者赶走 或者是一顿群嘔吼 再报警让警方将他们带走 分享影片的IG网民痛斥 现在是土耳其人民一起共渡难关的时候 不需要这种破坏土耳其团结的政治游戏 还有土耳其网民留言说 我们很多人死在大地震 现在还有很多家人 包括孩子埋在瓦力堆下 中共记者却来做这种采访 他问你们到底是什么生物 这段影片曝光后 很快有过百万人点击浏览 多国网民还将他转载到念书 推特、YouTube等平台 纷纷愤怒评论 说中共无羞耻感、无良心 自己国内做假新闻 到国外还想做假新闻 真是丢念 美国南部边境中国偷渡客暴增百分之七八 根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提供的数据 在2022年最后一个季度 该机构逮捕了1862名 试图穿越美墨边境的中国偷渡客 在2021年的这几个月内 只有229名来自中国的偷渡客 在南部边境被逮捕 根据联邦政府数据 自2021年2月以来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逮捕的无证中国移民数量 每月都在增加 在整个2022财年 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在南部边境逮捕了 1970名来自中国大陆的无证移民 上个礼拜 在德州被捕的三名中国偷渡客 他们每人向人口走私范支付了3500美元 国土安全部消息人士告诉媒体 中国偷渡客通常会被加快遣返 除非他们确实担心 回回中国后会受到迫害 一些尋求庇护的人 在他们自己的担保下被释放到美国 并收到出庭参加移民公听会的通知 另据BBC报道 新冠疫情爆发后 大陆互联网上出现越来越多逃离中国的讨论 很多大陆民众在各种现实压力下 选择移民或暂时移居他国 在这波出走潮下 有一些中国人以非常规的方式 随着南美洲难民的角部 穿越巴拿马雨林 一路向北到达美墨边境再偷渡入美国 在这段雨林之路 被称为世界最危险的偷渡路线之一 除了残酷的自然因素外 雨林中充斥着被武装黑帮 袭击抢劫钱财的危机 不过这些似乎都阻挡不了 想逃离家乡的中国移民人士的脚步 新闻播放完毕 多谢大家收听 多谢大家收听